大家好,今天又有講加美拉斯戰艦 今次三世登場在宇宙戰艦大和號第一季 它的名稱是改良型一燈加美拉斯宇宙戰艦 加美拉斯最先進的戰艦和作戰航母 亦是加美拉斯最大的戰艦 這船的大和號是1.6米 即是425.2米 重製版的仙女座一樣大過它 南體主要顏色是白紫色 整體看起來有點扁 兩邊有入氣口 南橋內部有多層空間 最頂的就是指揮官指揮的地方 南體側部有一個可伸縮的懸梯 武器位 這架船具備了穿越多維度的能力 可以走正常空間 亦可以走去二次元地方 在宇宙戰艦大和號第一季15集中 他們在演習中發現大和號號 剛剛經過大和號的波動引擎壞了 又沒有能量 金梅爾發現大和號成為被追的獵物 第10集中 金梅爾討伐大和號 在行動後 卻拯古木 貅爾終於被聽親傷跡船的十дж 得梅爾的目的是偽生巴一個生的基地 還 REUM提供大和號號號看 但當然想不及接手 德梅爾三世 第20集後再沒有出現 主機代只是德梅爾二世 德梅爾二世登場在宇宙戰艦大和第一季 它是一架飛碟型的飛船 船體沒有搭載任何主砲 之間四座導彈發射加和船底的爆雷 藍體全長80米 我長得基本上和從底版的飢風級區族一樣長 在準備對付大和船之前 藍體安裝了瞬間密輯傳送機 在大和船決戰中最初拿到優勢 但之前飛向大和船的飛彈彈回來 炸到自己的藍體全軍覆沒 德梅爾為了擊沉大和船就選擇自爆 結果大和船沒有沉到 藍體少了很大塊肉 但又很快修復了 在一個重製版裏 製作組將德梅爾三世和二世兩者結合為一 和重新命名為澤古魯特一級宇宙戰艦 亦可看作超無遺艦 這級戰艦是由核武借納克設計 他相信人多和火力強大 就能打低敵人 是多不錯的 大概不明白什麼叫智術 第18集中的操作真是 不懂戰相做做不需要 做條鐵 戰艦基本數據 技術 武器衛 古魯特的使炮用監製成運行 15集中 一拚就來了 yeah 大和船的第一次炮監製作 運作 但是在20集中 他的攻擊力大和船刺弱 大和船的傷口就是這樣的 沒有完全穿透 但他的裝甲擁有好強的河熱力 尤其是藍手的正面裝甲 大和好發射的原典戰衣衝擊一下 就被正面裝甲砍開 恐怕三色彈打在他身上會跳彈 但面對加大人第四季的原典擊砲 達古老第一級的戰艦擁有強大火力和防禦力 當然戰艦的機動性戰衣非常差 他轉過彎都要慢過其他船 藍橋可以和藍體分離 外部裝有機械臂 還可以自爆 達古老第二級的戰艦登場在第十七集 是核武借立克的座籃 亦是達古老第二級的1號籃 加美拉斯本星起航 去巴雷星的月兵禮 在十八集中 在巴雷星爆炸後成功走掉 謝拉克因為叛國罪以被蓋爾隊臨 之後在升旅方舟登場 他們和跟隨的艦隊打算回去加美拉斯本星 突然被加大人第四季的拳征舉POSE 艦隊全軍覆沒 剩下的澤古老第二射打算用正面裝甲硬斜 被劍職擊砲但失敗了 頂住一秒 加船頂不住 藍橋和藍隊及時分離 還在瘋狂射擊走位 好像被開連擊擊砲 必須多人見 溶掉了 唉 德斯拉一世登場在第十五集 是澤古老特級的2號籃 原本是德斯拉的阻攬 但這隻納蝦是德斯拉一世的引擎做多些手腳 幾套利用引擎刺爆 謀殺特斯拉 船是爆的 沉了的 但德斯拉本人 還沒死 咦 沙勾勾勾在這裡 德梅爾三世登場在第十一集 是澤古老特級的3號籃 亦是德梅爾的阻攬 第十一集裏面 指揮了第一次戰鬥 全軍閘加蘭克斯的男女 在第十五集裏面 德梅爾指揮了大和號的衛招 以及打廢了第一主炮和雷達 但他也被大和號的第二主炮 掃爆了前置甲板的3座主炮 之後因為國內出問題就撤棍走人 沒有直接改制的東西在這裡 大和號真的隨時沉在這裡 在第十九集裏面 重新登場 裝了新加物質傳送機 貨物器了落了加蘭爾斯斯毒 第二十集裏面 利用物質傳送機的功能 重創大和號 拆掉他的防空炮 拆掉大和號第一主炮和第一副炮 大和號啊 你們這些恐毒彈來幹什麼啊 之後打算衝上去收大和號的名字 被衝鐵男爪滅了一鍋 三架航母一架航空戰艦 沒有了 沒有了 現在剩下德莫爾三世 他和大和號開始砲擊戰 德莫爾三世接了500衝擊炮和8顆魚類 之後還掉到粉尼紫封部才沉沒 在之前提到達古魯特級的機動性差 底部都出現了 大和號完整狀態下 跳躍完 立即可以等利子風暴裏面決定出來 達古魯特級 動不動了 動不動了 他們被等利子風暴鎖住了 噢 三枚魚和部下坐著同藍體分離的藍橋 去大和號的第三藍橋 自爆 大和號的波動武藩收復好 後面剛開始 這次爆炸 把第三藍橋炸掉了 其 第202也登場了達古魯特級 殲嵐 第一 十九、二十集登場的是 他的裝甲突擊 看上去和原本的達古魯特級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再加上一堆 爺爺不明的花紋 藍藻千裝甲 裝有干擾裝置 可以令到加特蘭女士的裂剪刺刀無法發射 但是第一集 看我們這群觀眾 千里的吸量產型一樣不存在在原劇本裏 我不多說什麼原因 在第八第九集登場的塔利浩德級 是反加美拉斯破壞解放軍的旗艦 連結了一個大和號攻擊 是為了收集散發特星的岩漿沉沒 第十二一二二二四二五集登場的 是巴黎與大師兄傻男 在二十五集中被拆過五架熱騰實殺機後退場 不知道在哪裡來這麼多架德斯拉一世 和空戰艦登場在宇宙戰艦大和號第一季中 是加美拉斯航母之一 這艘船的特點是航空甲板可以收藏主炮 正常時 戰機起飛 後擊戰時 搬起甲板露出主炮 藍體主意的顏色是紅色 船底是雙體船 電艦全長200米 比大號號短65.8米 武器位 第十二集中 參與了德莫爾土伏大和號大戰 所謂趁你的病要你的命 走到大和號面前連開幾炮 但在之前向大和號波動後口發射的 轉頭導彈 彈回來 還撞了自己 其爆炸沉沒 更令到後面的三格航母沉沒 第十二集中 將航空戰艦重新名為 賀爾巴迪斯級航空戰艦 這艘美拉斯高層次 為聖糧和成功失敗的 失敗武器 在德斯卡狂張時期 誕生下的產物 建造成功非常高 建造過程亦十分複雜 沒有武器開發股的規進 很難開始建造 自然也好少 它原本建造的目的是 可以適合單艦場作戰 執行訊息收集 探索未開發地區 和破壞敵方部級線 當然 這樣的要求 都會令到戰艦成本增加 戰艦基本數據 武器為 武器的航空搭板和原裝一樣 可以反轉 本艦的側奔設計 假如使用在所有加美拉斯戰艦上 還有這級戰艦用了非常好的防禦力 登場第十九集 登場失色星雲天真 第十集內 負責彈射搭載上星焦銀彈的DGV寵人分炸機 在FWG972累積全遷後 今會以明願藍隊前進 我覺得是衝得最前的一個 連續開砲打傷大湖 後被大湖霧爆炸 之前投放在波動炮口的上星焦銀彈屯門 米蘭加爾登場在星廠方舟 原本是列雷蒂雅尼克的助艦 之後艦長之位變成了巴哥 在最後戰隊裡 最余的Q座蘭和佳蘭被加弾射尋 米蘭加爾就變成了他們的達升攻擊目標 但米蘭加爾的火藥 硬緊所有攻擊 和反散上升低的加弾射尋 其中一屆是撞尋 這艘船有非常好看的迷彩皮膚 製作組也說不可以 米蘭加爾雷斯也登場在星廠方舟 在加弾尼斯戰鬥裡被一個老闆 用烈焰精砲擊殺 在2022也登場了很多蓋爾巴迪斯級 第11集裡登場支援了德斯拉 第15集裡其中一屆被大湖霧爆炸傷 第23集裡有兩屆蓋爾巴迪斯級去救德斯拉本人 第26集裡登場了一屆超級蓋爾巴迪斯 但是不需要蓋爾巴迪斯級 他在205重新登場被當作 墨沖炸彈攀緩 在加爾的萬星上空的波拉戰狼 總括來說 我認為雜固很大戰爛 只能作為炮 所以在水戰場可以關閉一些隊友 但玩機動戰爛比較省 如果要玩機動戰爛的話 起居藍手的藍尾 加百多個噴射口 還有 蓋爾巴迪斯級 這架海空戰爛 只能找一分前一分火 既然機動性不讓大湖霧到去 但裝甲防禦力很好 如果是升級的話 麻煩加波動護盾 第202母 今天說到這裡 下次就說 蓋佩隆級航母和科美里亞強襲航母 這架UFO一定要綁